他每天都要吃猪饲料 饲料都过去发霉了 他就吃得津津有味 边吃还边笑 屋里还囤了好几袋 就这样吃了50年 渴了就在地上接水喝 刚见到工作人员时 他非常警惕地打梁着 问他为什么住在山里 他却什么都不说 转身迅速离开了 工作人员赶紧跟了上去 但跟不上他的步伐 很快就不见人影了 只好回到他的住所继续等待 傍晚他再次回到住所 问他问题还是什么都不说 山上的夜晚异常寒冷 他躺在石头床上 瑟瑟发抖 不停地说的莫名其妙的话 在工作人员的长期沟通下 他终于想起了自己的名字 那这下好办了 节目组来到山下村庄 想了解更多关于他的信息 村民听到他的名字后 都很震惊 说他失踪了50年 还以为他早就死了 通过一番打听 节目组找到了他表哥 随后表哥也来到山上 见到表哥后 他突然跪了下来 表哥邀请他和自己一起生活 但他却直接拒绝了 那他为什么要坚持住在山上呢 真的是奇怪 工作人员在旁边搭起了帐篷 决定和他同吃同住 与他进行更深入的交流 让他慢慢打开心扉 几天过去了 他变得开朗了很多 他主动给工作人员递上食物 他终于决定走出大山 接着呢也说出了自己的故事 原来在他小时候 父母就离婚了 他只能和外婆相依为命 不幸的是 外婆不久后也去世了 他伤心欲绝 独自一人躲到了山上 这一躲就是50年 可能对他来说 山上这个寒冷狭窄的空间 才是他唯一的庇护所 工作人员随后带他离开了大山 开始了新的生活 虽说大爷吃猪吃料很稀奇 但和下面大姐吃的东西比起来 简直不值一提 他每天都要喝新鲜的冰红茶 早上起来就要去厕所接一杯 从一天喝一杯 直到后来的一天五杯 已经持续喝了两年 他说每天吃的东西不一样 红茶的口感也不一样 有时候咸 有时候甜 有时候尝起来还像香槟 最喜欢的还是上火的时候 焦黄的颜色让他沉醉 最急的人是他女儿 怕他喝死了 而他自己却说 正是冰红茶救了他的命 哎 这又是为啥 现在的他反而变本加厉 觉得喝着不过瘾了 直接把黄色液体当牙膏用 说刷完的牙变得更白了 甚至还把液体当眼霜和爽肤水 头发上也能抹一抹 洗澡时把液体夹在浴缸里 醒完容光焕发 还能用液体洗眼睛洗鼻子 据说能治疗鼻炎 那他到底为啥要喝黄色液体呢 原来两年前 他得了癌症 医生说他还能活一年 于是他决定放弃化疗 找到了这种治疗癌症的偏方 他认为自己的做法很环保 可以循环利用 还推荐大家都试一下 但是我不建议大家模仿 这属于偏方 没有任何科学依据 大家千万不要信 就连他女儿们也不信 劝他去医院检查一下 看看这黄色液体 是否对癌症有效 如果真的有效 那以后就尽情喝 也不会再管你 他一听也对啊 来到医院一检查 发现肿瘤扩散的更快了 很明显 黄色液体一点作用都没有 甚至还耽误了病情 医生建议立即手术切除肿瘤 最后在医生的帮助下 控制住了病情 有钱的可以喝冰红茶 那没钱的吃什么呢 来看看下面这一位 他每天都来这家店白吃白喝 每次都吃同样的食物 吃完就走 从来不付钱 然而店主却根本不在意 想吃多少吃多少 还会给他打包一些带走 第二天他再次出现 工作人员尝试和他交流 他突然表现得很慌张 东西都不吃了 拿起麻袋就走 工作人员决定跟着他一探究竟 他丢下一句奇怪的话 背着麻袋走进了大山 工作人员赶紧跟了上去 问他麻袋的装的什么 他还是一言不发 很快消失在了树林中 那我们还是来问问 店主是什么情况吧 店主说五年前 他开始来店里吃饭 只点了三块钱的炒年糕 看得出来他很穷 店主告诉他 如果饿了可以随时来吃 没想到第二天他真的来了 店主说自己也曾经经历过低谷 实际上一分钱没有 觉得要帮助这些无价可归的人 从那之后 就一直给他提供免费食物 已经持续了六年 每年提供的食物 也是个不小的开支 附近店铺老板都不能理解他的做法 一年后 节目主想要做个回访 发现店主搬家了 但还是会给流浪人员提供免费食物 家人都很支持他的做法 我觉得天使 大概也就是这样的吧 在社会福利市的帮助下 之前的流浪汉也住进了精神病院 一切都在慢慢变好 好了 我是月被关注我 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傻 他把生牛肉当面膜 整张脸填满了新鲜牛肉 血水还不停的滴下来 用完的生牛肉也不浪费 直接吃掉 边吃呢还边笑 还说复完后 皮肤光滑有弹性 更夸张的是 复完面膜后 他竟然用大骨汤洗脸 还必须用熬了12小时的牛骨汤 他说自己是干性皮肤 骨汤里有满满的胶原蛋白 对皮肤很好 最急的人是他妹妹 认为姐姐38岁的年纪 看起来像18岁 容易引来非议 而且由于常年吃生肉 去医院检查后还发现 身体竟发生了一个奇怪的变化 但他却并不在意 反而变本加厉 让记者也试一试牛肉面膜 从袋里拿出新鲜牛肉 就往记者脸上涂 边涂呢还边问记者敢不敢动 记者吓得直接不敢动 不一会儿 记者脸上都被敷满了生肉 静静躺在沙发上感受效果 看到不停渗出来的血水 他却忍不住流口水 敷完后直接扯下一块塞进嘴里 还说口感非常滑嫩爽口 他还推荐记者尝一下 记者含着生肉 迟迟不敢吃下去 他每天都要去买新鲜的生肉 检查师傅新鲜的方法 就是直接生吃 店主露出了关怀滞胀的眼神 他却并不在意别人的看法 确认新鲜后 直接买了一大袋 回家后简单调割蘸料 就可以开吃了 因为吃着也很费钱 他没事就去餐厅打工 这样还可以顺便吃点餐桌上的生肉 老板看到后也不敢说什么 毕竟敢吃生肉也是个狠人 等发工之后 他摇身一变又成了顾客 在自己的打工店 继续买生肉吃 虽然吃的是烤肉 但从来用不到烤盘 他这一天的工作收入才三万块 然而一顿就吃了八万块的生肉 这天 他遇到了另一个喜欢吃生肉的人 两人来到一肉店 开始了比拼 大妈拿起一片生猪肉 蘸点酱油就开灶 大妈表示吃生肉还没怕过谁 两人很快就吃完了一盘猪肉 接下来两人准备吃活鱼 简单处理一下 抱起来就啃 一口下去还会爆浆 不一会儿整条鱼只剩下了骨头 两人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还约好以后要经常出来一起吃 但这样生吃真的健康吗 最后大家还是带他来医院检查 结果在他尝道里 发现了一条长达一米的猪肉掏虫 医生及时为他进行了驱虫 还告诫他 为了健康千万不要继续生吃了 富二代每天吃过期发霉的食物 竟然是为了减肥 看到他们之前的照片我都惊呆了 放了半个月的米饭 已经发霉变子成了一坨 这个时候吃的味道刚刚好 加点发酸的灵魂配菜 那小辈一下就上来了 再来上几勺发霉的番茄酱 增加口感 臭豆腐汁也得来点 最后再加上过期的酸奶 使劲搅拌均匀 一份元素周期拌饭就做好了 那味道简直比下水道还夸张 怎么说呢 留用都吃不下去 两人却吃的津津有味 边吃呢还边笑 说味道还差点 这还没完 饭后水果更夸张 外皮发黑腐烂的香蕉成了手卷 表皮已经渗出了粘稠的汁液 对他们来说这种成熟度刚刚好 说吃起来像巧克力 吃完香蕉呢还不过瘾 接着拿出了发霉的橘子 还说女朋友最爱吃发霉的部分 说着就开始撒狗粮 据说两人就是翻哈鸡桶时认识的 工人员对他们的食物和马桶 分别采样检测 结果他们吃的食物比马桶还脏 细菌含量是马桶的几十倍 他们呢却毫不在意 但节目组实在看不下去了 给他们准备了一桌正常人吃的饭菜 他们闻了一下却连连摇头 鼓起勇气尝了尝 直接跑出去吐了 他们说吃辫子的食物主要是为了减肥 因为这样更容易吹吐 他就是用这种方法 从200斤捡到了现在的128斤 女朋友也从140斤捡到了90斤 听起来简直匪夷所思 节目组带他们来医院 通过内灰镜检查后发现 他们都患有严重的胃溃疡 如果继续吃的话 很可能会发生癌变 甚至死亡 就算滑脱带尸也救不了你 用这种方式减肥是不可取的 减肥你可以挑一下本草钢木吗 这种蜂蜜一斤就要5000元 有钱还不一定能买到 吃上几口就会醉得不省人事 然而四乡小哥根本不信 浅尝了几口 他不知道 等待他的将是生不如死 在宁波尔的大山中 生活着一个专门采蜜的古龙部落 他们与世隔绝 当地的老人都很长寿 据说就是因为长期吃这种蜂蜜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采蜜季节 他们带上要用的绳索就出发了 经过半天的长途拔涩 来到大山深处的悬崖 悬崖上一块硕大的蜂巢吸引了他们的注意 他们到现在还延续着古老的采蜜传统 采蜜前还要做个仪式 献计一只攻击 仪表示对大山的敬畏之心 顺便祈祷平安 仪式完成后 现场制作梯子 把木棍插在用竹子编织的绳索中 然后加以固定 就这样做成了天梯 接着在梯子上浇水 避免采蜜石被烧坏 一切准备妥当 他们就来到了悬崖顶部 开始放置天梯 采蜜之前点燃了火墩 用烟雾驱赶蜜蜂 尽管有烟雾 蜜蜂仍然咄咄逼人 这里的蜜蜂体型很大 被他们叮咬会比普通蜜蜂严重 其中呢 一个同伴穿着短裤 在没有任何防护的情况下 爬上了天梯 一步步接近蜂巢 他持续用烟雾驱赶着蜜蜂 等蜜蜂走得差不多了 开始了采蜜环节 用工具切掉蜂巢 蜂巢掉落到下方的竹篮中 等收集到满满一竹篮 团队成员就会把竹篮拉上去 他们的配合可以说是天衣无缝 看得出来今天是丰收的一天 现在呢 他们开始过滤杂质 手动挤压蜂巢 经过竹篮的过滤 就可以得到纯净蜂蜜 节目组呢 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品尝一下 村民警告 一次不能超过三嫂 否则呢 就会产生幻觉 然而摄像小哥没在意 直接吃了一大块 吃完呢 还忍不住舔手指 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村民听到这话 微微一笑 完成了采集 他们收集天梯 起程回家 临走前 还会故意留下几块蜂巢 给山里的动物 以此呢 来感谢大山的馈赠 在回去的路上 小哥就开始出现了幻觉 最早在路边 接着呢 还吐了起来 他终于体会到了蜂蜜的威力 这时呢 他突然开始抽搐 紧接着就不省人事了 村民呢 却并不担心 他们已经见怪不惯了 休息片刻后 蜂蜜之所以有这种效果 是因为山中有大量的杜鹃花 花粉中含有一种毒素 蜜蜂用这种花粉酿到的蜂蜜 也自然含有了这种毒素 所以呢 吃完就会产生幻觉 当地人一般会在蜂蜜中 加入特殊的草药来分解毒素 沉淀一段时间后才能正常使用 来到第二天 摄像小哥看起来好了很多 说现在脑袋还是晕晕的 所以这种自换蜂蜜 你敢尝试一下吗 大姐是吃飞鱼罐头长大的 什么臭 他就吃什么 他尝试过吃屎 但是不喜欢 因为不够臭 臭豆腐只能算是小甜点 下水道的气味对他来说 那就是新鲜空气 和朋友聚餐 朋友想要挑战一下 夹起一块飞鱼 高放进嘴里 就止不住的呕吐 他却什么都感觉不到 不一会儿 自己就干完了一盘屎 呃 飞鱼 大姐现在最爱吃的却是摇鱼 因为摇鱼比飞鱼还臭十倍 节目主邀请了几位摇鱼爱好者 来到摇鱼发酵车间 狗闻了都咸臭 胸的眼睛都睁不开 其他人纷纷败下阵来 大姐却直接贴着摇鱼闻了起来 越闻越上头 好想吃一口 不仅如此 大姐生活中也是处处重口味 做菜要加五勺盐 半斤辣椒面 这样吃起来才有滋有味 那他为什么会这样 他却说其实自己闻不到任何气味 冰箱里的食物换没换 自己也无法从气味中分辨 只能尝了才能确定师傅过期 因为闻不到任何气味 也让他暴露在危险中 天然气泄露自己也毫无察觉 食物烧焦了也不知道 节目主带他来医院检查 一番检查过后 医生说他的嗅觉功能已经完全丧失了 味觉也在退化 这种情况是没办法治疗的 不过闻不到气味并不完全是坏事 大姐是养老院护工 平时的工作就是帮老人换尿布之类的 因为闻不到气味 所以工作起来很轻松 自己也很喜欢这份工作 把缺陷变成优势 大姐还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但是要说吃的奇葩 下面这个小伙表示不服 他抓起一把沙子塞进嘴里 嘎嘣嘎嘣地吃了起来 周围人的表情说明了一切 他却说沙子比糖还要甜 还让旁边的大叔尝一尝 大叔露出了关怀智障的眼神 又到饭点了 他从袋子里掏出两把沙子 这就是他今天的主食 接着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但是干净又卫生啊 吃完还张嘴让节目主检查了一下 吃沙子没错了 他没事就去工地吃自助餐 工地上的沙子新鲜可口 品类多量还大 来到工地先试吃一下 新品了白沙还真没吃过 一口下去 嗯还有海鲜味 他的经验是红沙比较甜 白沙比较咸 不好吃 在此呢 感谢小哥的分享 让我们知道了白沙不好吃 他说自己五行缺土 累了困了就要吃沙子 沙子能为自己提供能量 所以每当工作累了 他第一时间不是休息 而是找出随身携带的沙子 咬上一勺直接开罩 只要吃上一口 整个人都精神了 然而他开始吃沙子的原因 却很让人心痛 原来他小时候 家里很穷 三天都吃不上一顿饭 饿得受不了了 就想着吃沙子来缓解饥饿 这一次不要紧 他打开了味觉新世界 竟然爱上了这种味道 但是大家不要模仿 我替大家尝了 一点都不甜 比死还难吃 最后我有个疑问 吃进去的是沙子 那拉出来的是混凝土吗 没钱的吃沙子 那有钱的吃啥呢 下面这个小哥就很搞笑 他一吃东西就会流泪 并不是辣酷的 就算吃米饭也会止不住的掉眼泪 而且只有左眼会流泪 吃饱以后就不会流泪了 而当他看电影被感动了 就换成右眼流泪了 两只眼睛分工明确 就很神奇 妈妈说他出生的时候就这样 只有一只眼睛流泪 还给节目组看了照片 但照片上明明两个眼睛都在流泪啊 妈妈说是因为他手里还拿着零食呢 正好凑齐了一对 他说吃不同食物 流泪的程度也不一样 好吃的流泪多 口味一般的 只会掉两滴意识一下 所以公司聚餐 都会让他先吃 看泪水大小判断食物美味程度 妙啊 他是一位歌手 在外演出化好妆后就不能吃东西了 调皮的同伴强塞给他一粒爆米花 没一会儿 眼泪就掉下来了 节目组带他来医院做了全面检查 医生说很可能是神经末梢问题 接着又对眼睛做了测试 医生说这种病叫鳄鱼的眼泪 是由于唾液神经和内线交织在了一起 吃东西流的泪应该是唾液 只是有点恶性而已 并不会对身体造成任何伤害 最后小哥也说 不是什么大病我就放心了 以后准备去演戏 会把缺陷变成优势 哭戏一定会演得很好 好了我是月辈 关注我 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嗓 奶奶吃饭前要先挤一勺洗洁精 接着放进鱼汤里 搅拌搅拌直接喝了起来 记者闻了一下 满满的肥皂味 奶奶却吃得非常香 这还没完 喝完汤奶奶又拿着一片白菜叶来到厨房 对着洗洁精连按了三次 小心翼翼把洗洁精包起来 直接塞进了嘴里 大家非常不解 为啥要吃洗洁精呢 奶奶说自己不能吃肉之类的高脂肪食物 如果要吃的话 必须提前吃点洗洁精 让她在胃里中和一下油脂 不得不说 这想法非常脑穴栓啊 饭后奶奶给大家讲了自己年轻时候的事 大家终于懂了奶奶为啥这么做 奶奶说年轻的时候穷啊 工作又累又苦 得了胃病也没钱去医院 偶然的一次 不小心吃下了半瓶洗洁精 她觉得自己肯定活不了了 听天由命吧 没想到啊 这下不仅没死 胃还不疼啊 于是从那开始就一直吃 大家带她来医院检查 医生都觉得不可思议 胃里竟然没事 不过还是得戒掉洗洁精 如果胃痛的话可以吃药缓解 奶奶也答应以后不会再吃 两周后节目组做了个回访 发现奶奶还在吃洗洁精 大家又给奶奶科普了一番 要相信科学 一个月后节目组再次回访 这次奶奶终于戒掉了洗洁精 只不过吃药又吃上瘾了 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 母亲把11岁女儿当猪胃 每天强制喂食30碗米饭 如果反抗就会被母亲绑起来 甚至还在食物里嫁不明液体 记者看到大吃一惊 母亲却说这东西对女孩好 在采访过程中 记者还发现了更惊人的事 这里大部分DG都很穷 女孩基本在15岁之前就结婚了 女孩尽快出嫁 意味着少一张嘴来养活 而且当地以胖为美 只有胖女孩才能嫁出去 虽然这个女孩才11岁 连她都觉得自己就应该快速长胖 赶紧嫁出去 这才是对家庭做贡献 母亲会专门搭建一个帐篷 用来圈养女孩 他们的口号是管住腿张开嘴 目的就是涨标 她现在体重78斤 胃养结束后 要达到160斤才算合格 整个过程一般需要持续好几个月 第二天早上胃养开始 先喝一盆加糖的骆驼奶 再吃餐上黄油的玉米糊 女孩需要两个小时内 把所有食物吃掉 大约摄入3000卡路里 相当于10万米饭的热量 这仅仅只是早餐 记者带来了一些杂志 让他们了解其他国家美的标准 女孩看到苗特的模特 都觉得不好看 说女人应该有肚子才好看 这里的女人坚持认为 男人喜欢胖的 记者找到当地男人求证 男人说妻子越胖 在自己心中的地位越高 接着男人还对记者的身材 评论了一番 说记者只是徒有虚表 身材不太行 很快到了午餐时间 这顿饭他们需要再 吃入4000卡路里 再加上晚餐 他们就要吃够9000卡路里 这相当于30万米饭的热量 记者决定亲自体验一下 和女儿吃一样的早餐 记者作为成年人 吃了三分之一就吃不下了 只能出去散步消食 记者回来后 接着又到了吃午饭的时间 一顿卡路里大餐再次安排上 在采访过程中 记者还发现了更夸张的事 在另一个蒸肥营 里面被喂养的女孩 大多都在10岁以下 在这里用牛奶和燕麦喂养 目的是来称大女孩的胃 喂之后的喂养做准备 女孩在监视下必须要吃完 有的女孩边吃边吐 还有女孩肚子胀的厉害 母亲就并不在意 说这是正常的 母亲甚至会在食物里 添加蒸肥的药物 吃了让人昏昏欲睡 能有效减少活动 对蒸肥很有效果 记者看了下药品说明 大吃一惊 这分明就是违禁品 根本就不靠谱 为了了解蒸肥药 记者假扮成当地人来到市场 尽管是违禁药品 市场上的人却随处可见 据了解 这种药确实有增重的效果 但副作用同样严重 吃死人的例子也不在少数 但即使这样 也不能阻止女孩继续服用 在以胖为美的毛利塔尼亚 为了满足这种病态的审美 女孩没有选择的权利 属实不严 这对情侣为了减肥 每天吃过七发霉的食物 对他们吃的泡面和马桶 分别采样检测 结果泡面比马桶还脏 细菌含量是马桶的几十倍 他们却毫不在意 放了半个月的米饭 已经发霉变质成了一坨 这个时候吃味道刚刚好 加点发酸的灵魂配菜 那小味一下就上来了 再来上几勺发霉的番茄酱 一份元素周期拌饭就做好了 那味道简直比下水道还夸张 两人却吃得津津有味 边吃还边笑 说味道还差点 这还没完 饭后水果更夸张 外皮发黑腐烂的香蕉成了首选 表皮已经渗出了粘稠之夜 对他们来说这种成熟度刚刚好 说吃起来像巧克力 吃完香蕉还不过瘾 接着拿出了发霉的橘子 说女朋友最爱吃发霉的部分 说着就开始撒狗粮 节目组看不下去了 给他们准备了一桌正常人吃的饭菜 他们只是闻了一下 就连连摇头 他们说吃变质的食物主要是为了减肥 因为这样更容易催吐 他就是用这种方法 从200斤减到现在的128斤 女朋友也是从140斤减到了90斤 听起来简直匪夷所思 大家带他们来医院 通过内窥镜检查后发现 他们都患有严重的胃溃痒 如果继续吃的话 很可能会发生癌变 所以用这种方式减肥是不可取的 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 这个大爷三十年吃了四十万颗糖 这绝对是你见过最爱吃糖的大爷 只见他夹起一片泡菜 两面都沾上白糖 接着塞进了嘴里 荷包蛋上也要来上满满一勺白糖 就连吃炸酱面 他都要加入一包白糖 搅拌搅拌 就开始享用美食了 这种神仙吃法 震撼周围的人一整年 他见人第一件事就是分享糖果 这是他认为最热情的方式 他嘴里随时随地都含着糖果 一天就要吃60克糖 口袋里也装满了糖 除了睡觉 基本上都在吃糖 又到饭点了 我小时候就是这样吃米饭的 然而接下来的操作就比较奇葩了 他夹起一片泡菜 沾上一点白糖 接着就送进了嘴里 这还没完 荷包蛋上也要来上满满一勺白糖 这个我就接受不了了 饭后大爷还得来一杯糖水 消消食 然后一勺两勺八勺 他一共加了九勺白糖 倒上一点点水 搅拌一下 一饮而尽 就这种喝法 他每天都要喝五杯 算下来一周就要吃掉六斤白糖 还有400块糖果 这属食已经在人体承受范围之外了 这样吃糖牙齿能受得了吗 大爷轻蔑一笑 说开什么玩笑 我没有牙 我十年前就用上假牙了 反正不是自己的牙 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嘿嘿 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吃糖的 原来30年前 他的身体出现了问题 不得不系掉了烟酒 于是找到了糖果作为替代品 好消息是 他的身体慢慢恢复了健康 坏消息是 他得了不吃糖就难受的病 说起来也是搞笑 大爷虽然吃了大量的糖 但得糖尿病的 却是他从不吃糖的妻子 大爷每天都会锻炼一小时 他认为自己的身体很好 但是他真的健康吗 节目组带他来到医院 一番检查过后 医生说虽然你暂时没有糖尿病 但是你有高血压 还是建议赶快戒掉糖 这样才能保持健康 最后大爷表示 为了健康自己会尽量少吃糖的 老爷子这种情况算比较好的了 下面这个男人就比较严重了 这个男人从出生就喝可乐 33年滴水未尽 只见他打开一瓶1.50的汽水 不到5秒钟 瓶子就溅了底 吃饭的时候 他先倒上了三碗不同颜色的汽水 这几碗汽水就是他的主食 那一点点米饭只是他的配菜而已 吃一口米饭就要喝一碗汽水 他一天要喝三瓶1.50的汽水 已经连续喝了33年 瓶子连起来都可以绕操场30多圈 随之而来的就是不断上升的体重 不仅如此 他的牙齿也被汽水腐蚀坏了 还得了关节炎 为此他不得不每天吃药 一把药物塞进嘴里 接着就奇葩了 他竟然用汽水送福 他为什么不喝水呢 他却说 听到这种回答 节目组觉得很搞笑 怎么可能呢 每个人都可以喝水啊 为了解答疑惑 他决定现场掩饰 一口泡泉水下肚 紧接着 而且他头上也渗出了汗珠 看起来好像是真的不能喝水 他说只要喝水肚子就会痛 真是奇了怪了 原来他小时候得过一场重病 做完手术后 母亲给他准备了很多食物 但他自己什么都吃不下 只能喝一点汽水 从那以后就开始喝汽水了 母亲起初对儿子很心疼 于是放任他不停的喝汽水 没想到最后却沉迷于汽水 无法自拔了 接下来按照惯例 他被带到医院做检查 首先确定的是 他的牙齿都成了蛀牙 需要尽快治疗 在经过各项检查后 医生说他现在的骨骼年龄 已经相当于70多岁的老人了 而且他的关节问题更严重 有些关节已经站在了一起 医生建议他必须停止喝汽水 至于他为什么喝水就会肚子疼 心理医生认为 可能是小时候的手术 或者当时服用的药物 引起了一些副作用 但更多的还是心理作用 几天后 节目组做了个回访 发现他家里 已经看不到汽水的踪迹了 他说自己已经把汽水都扔掉了 现在每天都吃疏散 用新鲜果汁代替了汽水 希望可以赶快恢复健康 如果要论对汽水的痴迷程度 下面这个老爷子表示不服 连续20年喝可乐 身体会发生什么变化 大爷一口气就喝完了1.5升的可乐 但他却说自己喝的并不多 然而转身又干完了一瓶可乐 老伴也无法阻止大爷 他每天都要喝6瓶1.5升的可乐 工作时也要随身带着一瓶 工作累了就要打开可乐 随时随地补充能量 到饭点了 自然也少不了可乐 理饭里倒上半碗可乐 搅拌搅拌 就做成了一份可乐捞饭 先喝汤后吃饭 你别说 我感觉这样好像还不错的样子 医生表示 他患有骨质疏松症 而且大爷已经70多岁了 如果不想开席的话 就要停着喝可乐 大爷轻蔑一笑 听完医生的话 他每天买菜却从来不吃 一到家就拿出了电钻 开始给蔬菜钻孔 把胡萝卜内部掏空后 又拿出磕刀在表面打孔 每一步都非常小心 搞得像是在做外科手术一样 一点点调整孔洞大小 这到底是在干嘛呢 他也不解释 拿起做好的胡萝卜吹了起来 这真的还是胡萝卜吗 大家决定升级挑战 拿来了西瓜鸡蛋和大葱 小哥轻蔑一笑 手起刀落间 就把三样食材变成了乐器 不仅如此 什么山药西葫芦土豆西兰花 都能被他吹出花来 虽然做乐器难不倒他 但现在有个问题就是 乐器的保鲜时间太短了 一旦黏了 音色就不纯正了 只能打成蔬菜制喝掉 为此每天要不停买菜 买回来就要套上保鲜膜放冰箱 来保持蔬菜的新鲜度 现在他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 上班都要带着一袋新鲜洋葱 用一把美工刀就把洋葱变成了乐器 把同事看得赞叹不已 接着全身涂抹起来 大腿上也不能扫 还能睡眠当洗面奶用 不是啊 不合胃牙膏涂在脸上真的不会痛吗 全身涂抹完毕 还得来个日光浴促进吸收 大叔被烤到三分熟后 他又挤了半管牙膏 当洗头膏用 哎你别说泡沫还挺丰富的 绝对的无硅油配方 就是不知道会不会刺脑 就这样 大叔洗一次澡 就用光了三支牙膏 按照节目流程 他被带到医院做检查 医生表示 牙膏中的化学成分 已经严重损伤了他的喉咙 而且他的皮肤也出现了一些不好的症状 医生建议 必须尽快停止食用牙膏 那大叔会听从医生的建议吗 只见大叔转身来到厕所 直接把随身携带的牙膏水倒掉了 大叔表示 为了身体健康 以后不会再吃牙膏了 同样对一种食物过度偏爱的 还有下面这个男人 他夹了一块生鱼片 在上面放上满满一勺芥末 然后整个吃了下去 他竟然没有丝毫反应 这该不会是假的芥末吧 朋友决定尝试一下 然后他就 另一个朋友讲话了 开玩笑哪有这么夸张 我就很能吃芥末 这也没什么样 说话间他又吞了好几勺芥末 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 他说他完全感觉不到辣 芥末吃完后 又向老板要来了一碟芥末 老板说他是老客户了 我现在都考虑要把芥末收费了 只见他在海苔上又放了一勺芥末 再放上鱼和葱段 直接塞入口中 那味道非常的得理解释 即使工作的时候 他也要拿出芥末舔几口 喝水那也要在瓶子里挤入一管芥末 充分搅拌均匀后 一饮而尽 喝汤的时候自然也少不了芥末 那小味儿挠一下就上来了 米饭也要来上满满一管芥末 再加入一些配菜 就这样一份绿油油的芥末拌饭就做好了 吃的那就一个干净 苟见了都流泪 再后来他吃的越来越离谱 直接在生肉上面抹上芥末就吃了 他说吃起来的口感就好像冰淇淋一样 他朋友听说他喜欢吃生肉 还为他特意准备了生鸡腿 大哥也不客气 抹上芥末 直接送入口中 那是嘎嘣脆 真的是鸡肉味 他该不会是有什么大病吧 医生说他的嗅觉功能比普通人低20% 所以他对于辛辣感觉不敏感 那他真的健康吗 通过咽血以及胃经观察 医生发现他有严重的胃溃疡 医生建议必须停止大量吃芥末 否则只能准备吃席了 大哥最后表示 为了健康会尽量少吃芥末 然而下面这个男人看了上面两人后 讲话了 你们能不能和我一样 吃点正常人吃的东西啊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白色粉末 接着往菜上来一勺 米饭上加一勺 这一勺勺白色的粉末正是味精 周围人都看呆了 他却说味精是世界上最得力歇斯的 又到饭点了 一勺 两勺 三勺 汤里最少要加三勺味精 米饭也要来两勺 那小味儿�z一下就上来了 随力也要加一勺 他每天都要吃15勺味精 也就是200克 每个月就是6000克 一年就是72,000克 38年就是2.7吨 这么说大家可能没什么概念 这相当于30个大叔加起来的重量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 他真的健康吗 大叔说自己患有一种罕见的疾病 已经有20年了 为了控制病情 他不得不截肢了手指 很多发现得这个病的人 过不了多久就去世了 而自己却没有事 他认为是味精帮助了自己 控制了病情恶化 按照节目流程 他也被带到医院做检查 医生说他有严重的胃病 由于味精的大量摄入 也导致了糖尿病 所以他必须马上停止吃味精 大叔最后也明白了 味精带给他的只是一种心理安慰 并不能改善他的病情 他决定以后会慢慢剂掉味精 那最后就祝大叔早日康复吧 好了我是月辈 关注我 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嗓 她是吴亦凡最怕见到的女人 因为她最喜欢吃的就是牙签 只见她一根根往嘴里塞牙签 打牌的时候就当成零食吃 到了吃饭的时候 她先摆上了三盒牙签 一口米饭就着一根牙签 吃的津津有味 你以为米饭是主食 其实牙签才是她的主食 该说不说这牙签能好吃吗 好吃 特别好吃 比幼都贴 她每天都要吃三盒牙签 一盒牙签有五百根 那么一天就要吃掉一千八百根牙签 这也太夸张了吧 丈夫也试图阻止她 但她根本不听 你说你的我吃我的 现在大姐变得越来越离谱 这不 吃着饭就把筷子给造了 大姐说筷子比牙签大 吃着有嚼劲 口感也好 丈夫看不下去了 给大姐切了点水果 没想到啊 大姐直接把水果放在了一边 对着托盘口水直流 直接让丈夫把托盘劈了给她吃 我感觉大姐就是被丈夫宠坏了 这玩意儿能吃吗 这个时候绝对不能再灌着她了 靠当我没说 看来只要是木制品 大姐都想尝试一下 她边吃边发表看法 说托盘没有牙签好吃 那么她是什么时候爱上牙签的呢 原来大姐之前患有严重的胃溃疡 有一次 当她意外吃掉牙签时 她的病竟然好了 从那以后 只要胃疼就会吃牙签 慢慢的就上瘾了 宁可不吃饭也要吃牙签 但是大姐的身体真的健康吗 胃肠啊 有什么胃镜啊都透了 没有关系 没有问题的 有问题又不慢慢吃了 大姐无时无刻都在吃 就连床头柜上都放满了她的零食 两盒牙签 一堆一次性筷子 躺在床上吃 逛街也吃 她甚至连扇子都想尝一尝 节目组还贴心的给大姐 带来了一些木质碗筷 大姐也不客气 拿起来直接开罩 那味道如何呢 大姐说上面刷油漆了 不好吃 大姐又尝了一下竹帘 也不喜欢 她说竹子有酸味 目前来说最喜欢的 就是羊木做的牙签 于是节目组又送给她 好几盒羊木牙签 假如真的对身体 没有任何伤害的话 开心快乐最重要 不得不说大姐的牙口真好 但是要说牙口好 下面这个男人表示不服 她拿起酒杯 嘎嘣一口 直接咬下一块 接着嘎嘣嘣地吃了起来 周围人的表情说明了一切 在丹东 一个普通的早晨 妻子在炒菜 丈夫在洗餐前甜点 然而里面全是玻璃茶子 洗干净后 上面撒上白糖 她接着就吃了起来 妻子想劝阻 但是无疾于事 玻璃茶子能好吃吗 这个焦一口非常香 节目组检查了一下她的牙 除了有点参差不其外 没别的毛病 那么她到底为什么要吃玻璃 大叔说这个要从20年前说起 20年前她是一个销售 刚和客户签了一个大合同 由于自己不能喝酒 被客户一番羞辱 说她不爷们 为了证明自己 她拿起酒杯嘎嘣嘎嘣地吃了 从那以后 她就爱上了玻璃的味道 她会在玻璃店找各种边角料 不同厚度的玻璃 吃起来口感也不一样 挑选完毕 带着她的美味甜点回家了 回家后 会根据口味对他们进行分类 她说医院的掉瓶最好吃 酥脆 有嚼劲 口感极佳 而灯泡吃起来就差一点 但也很爽口 那么她一天要吃多少玻璃茶汁呢 按照节目流程 她被带到了医院做检查 还在医生面前表演吃玻璃 医生也是大为震惊 但是检查结果却显示 她很健康 医生也觉得不可思议 最后还是建议不要继续吃了 以后可能会出现耿煮的情况 最后大叔也表示 以后就不吃玻璃了 以后改成吃牙签 下面这个大叔看了上面两位之后 连说服了服了 你们都是铁齿铜牙 我只能吃点软的了 只见她抓起一只尼丘 不假思索 直接吞了下去 一只不过瘾 她接着又吞了一只尼丘 被爷见了都直呼内行 她说生吃的味道好极了 秋秋弹弹还能拉丝 随后她把尼丘都撞到了瓶子里 再回家的路上 边走边吃 那就一个幸福 吃饭的时候 也要先吃尼丘开胃 母亲很担心她 但她却并不在意 继续吃着心爱的尼丘 那她为什么要生吃尼丘呢 原来大叔曾经有胃炎 为此还做过五次手术 为了疗养身体 她吃了很多的中草药 但是并没有什么效果 然而有一天 桌子上的尼丘引起了她的注意 她之前在书中看到过 尼丘有怀念胃痛的功效 于是她尝试生吞尼丘 结果胃痛确实好了不少 于是一发不可收拾 她对于尼丘的选择也是很苛刻的 她只吃野生的尼丘 拿着铁丘来到稻田 就开始挖泥丘 不一会儿又挖到了一盆的泥丘 稍微清洗一下 抓起来就送进了嘴里 那是干净卫生啊兄弟们 朋友想做一道泥丘豆腐汤 她却觉得根本就是浪费时间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 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生吃才是最好的 按照节目流程 她被带到了医院做检查 一番检查下来 她的身体状况很好 但是医生还是不建议生吃 因为有感染寄生虫的风险 如果非要吃的话 建议只能中午吃 最后大叔也表示 为了身体健康 以后会尽量少吃的 好了我是月辈 关注我 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嗓 大叔每天都要生吃泥丘 从一天吃几根 直到后来的一天一盆 说这样做完全是为了保命 只见他抓起一只 不假思索直接吸了下去 一只不过瘾 接着又吞了一只 怕别人跟他抢 就把盆里泥丘都装了起来 边走边吃 Q弹的口感让他流连忘返 吃饭也要先拿泥丘开胃 母亲很担心他 特意为他煮了一锅 香辣泥丘汤 他连看都没看 他认为高端食材 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生吃才是最好的 母亲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因为他知道 儿子吃泥丘是为了救命 此话怎讲 原来是大叔肠胃不好 为此还做过五次手术 吃过很多药都没什么效果 偶然的一次 在一本古书上看到 泥丘能缓解胃头 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当场生吃了一只 结果胃里一下就舒服了很多 就这样一吃就是十年 现在的问题就是泥丘完全不够吃 没事就要去田里挖泥丘 没一会就挖了一盆 稍微清洗下 抓起来就吸进了嘴里 那是干净又卫生了 医院也去过了 胃病还真就好了 身体也没有其他问题 但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 容易感染寄生虫 如果非要吃的话 建议只能中午吃 他吃冰淇淋 要加辣椒酱 一口下去 冰火两重天 还说口感很像Olig 咖啡里也要加入半瓶辣椒酱 搅拌一下一饮而尽 他说餐厅的辣椒一点都不辣 会随身带着一瓶蜜汁辣椒酱 吃炸椒面 要先来上一勺免费辣椒 再加入自己蜜汁辣椒 好家伙直接成了辣椒拌饭 旁边大哥闻了一下 就辣到壳上 吃完了记得喝点水 水里也要挤入辣椒酱 更奇葩的是 喝感冒药也要加辣椒酱 还说这样容易出汗 好得快 剩下的一点药汤里 再加上米饭 这样更有食欲了 感冒好了就要吃烧烤 喝啤酒那自然少不了辣椒酱 喝这么一杯顶过去两杯 不仅如此啊 连他七岁的儿子都酷爱辣椒酱 米饭必须拌辣椒才能吃 连黄桃罐头都要蘸辣椒 刚开始工作人员还以为是番茄酱 尝了一口 嗯厉害厉害 和他爸爸一样 他喝水也只喝辣椒水 不仅是辣椒 各种各样的芥末也是他的最爱 如果不给吃 他就会哭 那他们真的健康吗 经过检查 医生发现父亲患有严重的胃溃疡 如果吃辣有断味 下面这位大妈也属于王者级别 他十分钟就能吃完一盆辣椒 这就是他今天的午饭 为了增加口感 他会用辣椒蘸辣椒酱嘎崩脆 好像吃黄瓜一样 他竟然没有丝毫反应 这该不会是假的吧 工作人员决定尝一下 咬下一小口 哎 差点被送走 大妈淡定的看着一切 不一会就干完了一盆 为了测试他能吃多辣 节目组准备了世界各地的辣椒 大妈看着两眼放光 这么多辣椒看着就好吃 首先出场的是来自墨西哥的胡椒 大妈说还不错了 很甜 接着是烟熏辣椒 嗯 吃着像四饼 第三个是来自泰国的辣椒 吃起来脆脆的像薯片 一旁的工作人员都看乐了 再次尝试 嗯 还是辣到不行 大妈感觉很莫名其妙 根本就不辣嘛 虽然大妈很能吃辣 但也有她吃不了的东西 她不能吃洋葱和大蒜 一吃就会满脸通红 甚至会吐血 为啥会出现这种奇葩现象 医生提取了辣椒素 对大妈进行感官测试 把蘸满辣椒素的棉签插入鼻孔 大妈一点反应没有 医生认为 大妈对辣椒素不敏感 而大蒜之所以辣 是因为含有大蒜素 大妈对大蒜素非常敏感 所以才会觉得辣 即使这样 我觉得大妈也属于吃辣的王者级别了 然而下面这位小姐姐表示不服 冰淇淋加辣椒酱 这是她的神仙搭配 她一天就要吃三瓶辣椒酱 橱柜里也摆满了各种辣椒酱 每顿饭都要加上新鲜的辣椒段 还说辣椒能帮自己释放压力 现在她要挑战当地最辣的炸酱面 还要求厨师多放一斤辣椒面 即使这样 她还是不满足 在面上又加了辣椒段 吃了一脸惬意 周围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节目组给她准备了三种当地最辣的食物 第一个是辣炒年糕 刚吃一口她就笑了 没什么感觉吗 第二个是辣酱咖喱 这个有一点点感觉 很快就干完了一盘 第三个是魔鬼辣鸡腿 这话节目组放出了大招 端上了一盒死神辣条 是用世界上最辣的龙系辣椒制作的 辣度是普通辣椒的220倍 据说这玩意只能中午吃 很多人吃完都做上了一微课大金杯 小姐姐也重视了起来 扎上头发准备好牛奶 挑战开始 她一口吞下去 仔细嚼了嚼 嗯还不错 刚开始有点甜 后面有一点点辣 即使这样 她依旧一滴汗都没出 不过这样吃辣屁股受得了忙 经过检查 医生说 她患有轻微的食道炎和痔疮 必须要改变饮食习惯了 好了我是要别关注我 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嗓